香港影坛巨星古天乐 1994年第一次从影出演配角 到现在正好满30年 参演影片超过120部 如果非要从中挑选一部最重要的作品 那一定是2017年上映的《沙破狼贪狼》 原因很简单 他的票房不俗 还为古天乐带来了五座最佳男主角奖 包括他的第一个金像影帝 《沙破狼贪狼》是一部犯罪动作片 由叶伟信指导洪金宝担任动作导演 古天乐 吴岳 林家栋等人主演 影片讲述了古天乐饰演的香港警察李中志 应对女儿李永之管教过言 害他心情抑郁 独自一人去泰国散心 哪知道在旅游期间 莫名其妙失踪了 李警官闻讯 马上赶赴泰国 报警求助 负责案件的华人探员崔杰 被他的父爱打动 答应让他接入 一同调查 李中志利用媒体 呼吁当地市民提供线索 随后 一条关于李永之被捉走的视频片段 被上载至警方网站 却又被神秘删除 崔杰和李中志 开始寻找视频的拍摄者 想要从中找到破案线索 却遇到神秘人马阻击 对方动机明显 就是试图毁灭证据 李中志和对方狭路相逢 展开追捷和搏斗 在此过程中 他们意外发现案中有案 而当地警察 器官贩卖犯罪集团乃至是政府 都和这宗失踪案有关 原来 是林家栋饰演的市长秘书 为给市长更换心脏 不惜指挥当地警察 利用器官贩卖集团 绑架了李永之 并残忍挖出他的心 换给市长续命 李中志经历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女儿 却只是一具 放在冰柜中 没有了心脏的遗体 获悉真相后 他展开了疯狂报复 杀死了犯罪集团首脑 并一枪将市长秘书打死 他本来还想杀死市长 却因为从对方身体里 听到了女儿的心脏跳动声 而无法下手 复仇之后 为了不连累催节 也出于对人生的绝望 李中志最终举枪自杀 叶伟信导演的《杀破狼》系列 共有三部 所谓《杀破狼》 指每个人命盘中 都有七杀 破君 贪狼三主星 当三星同工 即为杀破狼 表示着一种动荡和变化 杀破狼做命的人 一生漂泊 大起大落 命运多舛 多以悲剧收场 贪狼是《杀破狼》系列的第三部 通过李警官妇女的悲剧遭遇 刻画了人性的贪婪 自私和黑暗 有人说 林家栋演的市长秘书 是贪狼 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理念 贪狼儿又凶狠 他就是市长 是要救自己的前途和利益 所以宛若凶兽一般挣扎 不惜和犯罪集团勾结 伤天害理 夺人器官 也有人说 古天乐演的李警官 也是贪狼命格 他对女儿有一种畸形的父爱 抓走其男友 手段过于粗暴 他性格偏激 喜怒无常 自带灾祸体质 由于他的粗暴干涉 害得女儿心灰意冷 远走泰国 最终死于非命 李警官的贪狼命格 是一切灾难的源头 无论如何解读 影片都在动作打斗和犯罪剧情的背后 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和黑暗 思想性颇高 足以引人深思 因此获得了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 市场方面 他在中国内地的票房 达到5.19亿人民币 口碑方面 古天乐 古天乐在片中展现了炸裂级的演技 尤其是见到女儿尸体后 那一段悲伤断肠的哭泣 让人过目难忘 因此 古天乐凭借此片 寄一个好爸爸和扫毒后 第三次获得金像影帝提名 并且在第三十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击败了郑中基 刘德华 田壮壮和林文龙 首次问鼎金像影帝宝座 同时 因为这部电影 古天乐还获得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 第24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 第十二届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 以及微博之星的最佳男主角称号 一箭舞雕 贪狼成了古天乐的幸运影片 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作 金像奖封地后 古天乐发表了正能量的获奖感言 他说 我今晚坐在这里 想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我们香港人 该怎么做香港电影 以前在无线台拍戏的时候 导演楚源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永远都要记住 每一场戏 每一句对白 都不要放弃 一旦开始拍摄 就要不断完善 做到最好 所以 一部好的电影 是不能放弃的 而且这一年最好的演员 是 Luise Gu Sappolo 偷忙 顾天乐先生 我很想說就是我們香港人今天要團結 我們今天一定要做好我們自己的香港電影